哈喽啊 那么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测试开发的一个课程当中哈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跟大家啊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项目项目的一个平台 对吧 然后之前的话 因为那个直播的那个网啊 那个 呃 网云课堂哈 他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啊 说的话导致比较卡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补充这个内容啊 好 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哈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的话 我打开的这个vs扣的这么一个软件的吧 这个软件当中的话 打开来的就是我们上几个跟大家讲到的 创建的这么一个项目啊 叫做zl test client啊 那么在这里我们来打开来看一下 就是在这里好吧 在这一个地方 这个啊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做这个测试平台哈 前一端和后端的话都是由我们自己开发 这个的话就是属于前一端的部分 对吧 我们的话现在已经把这个项目已经创建好了 那么这个创建的过程哈 大家的话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下 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讲解那个啊 view加jango的那个课程当中哈 有讲到怎么去啊 做这个项目的一个创建啊 好 那么这个课计的话 这个课计哈 大家的话到我们的那个群共享当中哈 都是能够找得到 都是能够找得到 好吧 好 那么在这里哈 我们的话来到左下角的这个地方 然后来到这个viewcli 对吧 呃 呃因为我们创建这个view项目哈 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viewcli的这么一个开发工具 好吧 啊 那么在这里我们使用这个viewcreate 再跟上这个项目名称就可以创建这个项目了 你比如说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一个项目对吧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cmd终端哈 在这里 在我们的这个终端 在终端哈 当然你这个终端的话是必须要进入到你当前这个文件夹当中啊 不然的话 你你这个终端在哪里打开来的 那么的话他就会在哪里呃创建 好吧 所以的话我们现在是进入到这个目楼里面的话 我们在创建的时候啊 就是在这个地方创建啊 稍等一下啊 好 那么打开来了 可以看到我左边的这个路径是这个对吧 就是已经拿到了 那的话是viewview啊create 后面再跟上一个项目的名字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这个项目的名字的话 不能够包含这种大小写啊 只能够是包含这个呃英文字母和这个下滑线啊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是已经创建好了 只不过我在这个地方哈 是跟大家再做一个演示而已 好 创建好了以后哈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呃 还把一些相关的东西哈 一些相关的包把它给写露写露了一下 对吧 哪些相关的包呢 在我们的这个package顶加层当中啊 在这里我们把一些相关的包把它给导入了一下啊 就是这一些这些的话应该呃 我记得哈 应该是这两个 还有是我们的呃 还有是哪哪几个哈 还是哪几个的话 应该呃 呃都是我们我上几个哈 就是就是我之前哈 跟大家直接导入过来的 这个大家如果没有看到我操作没有关系 你只要把就是你创建完这个项目以后 你只要在你的这个package里加层当中 找下你的这个 知道的话看一下哪一个东西没有在你的那个里面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就把它给写下进来对吧 写下进来好包括这个里面的话也是需要也是需要补充一下 就是把创建完成以后看一下你的那个项目是在哪里啊 那么啊不是啊 就是看看在你的创建完成的以后的那个项目哪些还缺失的 比如说这个的话你是肯定没有的 这个的话也没有 那么的话你就把这两个东西把它给添加进去 好这两个东西都添加完成了以后 接下来的话就是需要在你的这个cmd中端哈 什么的话运行啊不对 先要进入到你的这个项目当中 好吧 先要进入到你的这个项目当中 好 那么的话就是cd什么呢 cd zl test clad对吧 好 那么再来到这个文件夹当中哈 来到这个文件夹当中的话 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执行npm install 这样的话哈 他就会自动的怎么样呢 从你的这个package.js当中去读取这个 啊 去下载 就从这个package.js当中还去读取这些啊 包 然后的话进行下载进行下载 好吧 好 那么在我的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已经下载好了啊 就是下载好的所有的包 他都会把它给放在这个not a models当中啊 那么来到啊 我在这个地方的话是已经下载好了 好吧 已经下载好了 好 那么下载好下载好了以后哈 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这里还需要去做一个配置 什么配置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呢 可以看一下哈 大家的话可以看一下一个文档叫在爱的门子UI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项目哈 后面这个前端构建的话用到的都是这个爱的门子UI啊 稍微等一下啊 今天的话应该不卡了哈 应该不卡了啊 这个直播不卡这个电脑有点卡了啊 这个有点尴尬哈 稍微等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找到这个爱的门子UI对吧 找到这个爱的门子UI 然后的话在这里大家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哈 就是怎么去使用这个爱的门子UI啊 好 在这个地方的话有这个指栏有这个指栏啊 指栏当中我看一下啊 在这个地方有组件 组件当中的话啊 他有教你怎么去安装 对吧 怎么去安装哈 这个地方的话快速上手 来到快速上手 这个地方哈 呃 在这里啊 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王者引入 因为我们的这个 因为他里面啊 这个爱的门子UI的话 里面大部分用啊 都是一些组件 对吧 所有的话我们就直接把它给引用进来就可以了 好 那么在这里我们需要做这些事情 需要做这些事情 好吧 好 那么的话在这里啊 我们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一个代码 然后哈 你就按照我的这个项目来做 到时候的话 我会把这个原代码直接分享给大家 好 你拿到我的这个原代码 然后的话找到这个什么呢 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bubble.config 啊 不对啊 找到这个main领js 好 在main领js当中的话 我们来导入这一个 导入这两个 对吧 导入这两个啊 来把它给导入下 恐龙加C 实际的话再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main领js当中啊 好 在这一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导入这个恐龙加V 好 恐龙加C保存下 然后再来看一下 还有哪个地方需要导入呢 啊 这个地方的话需要诱使一下 需要诱使一下哈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把个复制一下 然后的话来打开一下 我们的这一个地方 好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也是需要诱使一下啊 需要诱使一下 好 这个导入完成 要接下来的话 还有一个东 还有一个地方需要配置下 哪里呢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呃 我看一下哈 在这个bubble.config点击 点击s当中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需要把把 我们把这个东西 把它给全部卡费过来 好吧 卡费过来 呃 这些的话 都是我们这个 animate animate ui哈 它的一些这样的配置 好吧 好 复制完成 以后 接下来的话 来到我们的这个bubble.config点击s当中啊 好 在这里 我们把这个东西 把它给覆盖掉 把它给覆盖掉 好吧 好 把它给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就 呃 我看一下啊 呃 应该是没有问题 对吧 呃 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呃 是他 然后的话 是这一个啊 这一个 好 那么的话把这个东西都配置好了 那么后续我们的话就可以在项目当中去使用这个element UI的好怎么去验证能够使用呢 再来到我们的这个app.view当中哈 呃 在这里我们首先的话先来启动一下我们的这个项目 好吧 先来启动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怎么去启动我们的项目呢 就是点击啊 这个地方的话 有个叫做terminal 啥的话 在这个地方 我们选择这个叫做new terminal new terminal 就是打开一个新的终端哈 打开一个终端 当然的话 你不一定要使用这个vscode的终端 你完全可以使用这个cmd也是一样的啊 好 来到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输入这个地方啊 叫做npm run 这个的话叫做server 啊 这样的话 他就会启动我们当前的这个 呃 这个view的这么一个项目 好吧 就会去启动这个项目 启动完这个项目的话 他就会去监听一个8080端口 到时的话 我们在浏览器当中还打开那个1700.001 8080端口的话 就自动的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项目啊 就可以自动的打开 好吧 稍微等一下啊 OK哈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项目是已经运行起来了啊 出现这个的话 上面是已经运行起来了 啥的话 再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浏览器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输入127.0.0.1 8080端口 对吧 好 我们来走一下哈 好 在这个地方的话 他会给你出现一个view的这么一个小logo啊 说明你的这个项目现在是已经能够正常运行了 正常运行了以后啊 这个的话还并不能够说 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一个简单的结构搭建完成 只能够说明你的这个view项目是创建成功了 那么怎么能够说明我们的这个项目是搭建成功的呢 好 在这个地方的话 这样来导入啊 这样来做一下啊 就是怎么样呢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给他加上一个按钮看一下啊 比如说加上一个叫做1L干BUTT1 1L的话哈 是我们这个呃 我们这个Element UI 它的一个前面的两个字母的一个缩写 就是所有以1L开头的 那么这个组件的话 它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Element UI的里面的一个组件 好吧 好 在这个地方的话 写上我是一个按钮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再按下孔着加死 那么在这里啊 他会自动的给我们重新进行编译啊 好 等到他重新编译完成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再来看一下 再来到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啊 好 在这个地方的话 在这个地方哈 出现了一个 我是一个按钮 那么说明我们的这个前端的这个框架 现在是已经搭建成功了 这个前端框架是已经搭建成功了 好吧 好 那么这个视频的话 我们就暂时先讲到这个地方 大家的话把这个部分来做一下 然后啊 你今天呃 呃 这个里面的话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 你在创建我们这个view项目的时候啊 这个node版本是需要 使用哪个版本呢 我在这个地方哈 我在这个地方的话用到的是这个八顶级的一个版本 应该是八顶级的一个版本 就是你在做啊 十顶级的一个版本哈 你在创建这个项目的时候 node这个版本一定要跟我的保持一致 好吧 一定要跟我的保持一致 然后我在这里创建这个项目的时候 用到的这个viewcli的这个版本 大家可以看哈 呃 可以看一下这个package.json当中啊 这个地方的话是 我看一下啊 在这里没有显示出来是吧 没有显示出来啊 我的那个版本的话是一个3.1的一个版本 就是就是在这里哈 在这里 大家的话看一下我的那个呃 viewview加捐狗的那个课程吧 那个view加捐狗的那个课程的话 是这个啊 是这个 呃 来看一下哈 就是这个课程的话 大家如果没有开通的话 来找一下我们小西老师 可以免费给大家开通啊 就是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呃 那个测试开发的一个全正课程的话 是可以免费开通啊 好 那个view加捐狗课程当中啊 就是关于这个部分的话 讲到非常的详细 非常的详细啊 就是这些环境 你最一定要跟我讲啊 保持一致啊 那么的话是这样一个 在这个课程当中讲的 讲完的啊 好 是这个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一节视频的话 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啊